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来继续和Ben谈其他话题 Ben 知道你公司除了AI的产品服务方面 也有其他不同 涉足到其他不同的范围 可以再深入探讨一下你们公司其他的服务 好 那我们公司其实是有两方面 在一个Digital Marketplace 里面有叫BuySide和SaleSide 其实我们两边都有做的 如果认识我的朋友或者听过Aquimedia的公司 这个是我们去年8月 是AnyMind收购的一间公司 这间公司其实专门是做Supply side 即是做Sale side的一些商业 AnyMind是一个BuySide的一间公司 这两间公司混合了之后 就变成一个App Network的效果 在Programmatic的世界里面 其实这个Network的效果是很重要 因为Programmatic的世界 很多人会觉得会不会是 一些brand unsafe的地方出现 或者会不会是质量比较差 或者有很多这些问题 大家都可能听到很多不同的报道 Facebook YouTube都有这些报道 所以为了令到大家 Aquimedia做贡量更加放心 令到这件事可以大家都做得更加好 在情况之下 我们在Programmatic是下了很多心思 在程序式购买Programmatic里面 其中一个我们今年Focus的地方 就是叫做PMP 就是Private Marketplace 这是一个私人的购买市场 那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和传统的一些直销的 一些Inventory或者一些广告 最大分别就是可以做得更加好的targeting 那还有brand safety 就是会比较安全一些 你会知道你的广告在什么地方出现 被什么人看到 那这个对传统的公司来说 那个控制权力很重要 在这个PMP的市场里面 其实很重要一个地方 就是如果你没有很多Inventory 很多publisher的情况之下 其实buyer是很难去买到上面的货 如果不允许去买 你只要用很多心思和时间 那香港最值钱就是时间 所以就很难会令到这些事成功 我们的加入在市场里面 因为我们在香港大概150个publisher 这些publisher 大部分的Inventory 都在我们的一个奖 或者管理之下 我们可以将这东西变成了Critical Mass 令到buyer可以更加容易 在这个叫做Private Marketplace的地方 可以买到这些比较可信的Inventory 或者是在广告的位置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主要特色 亦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buyer一直migrate 从一个direct sale程式 慢慢去到一个programmatic的 means 即是一个alternative的情况之下 可以带到更多value 给那些传承者 Ben 知道你经验都相当丰富 之前在不同的科企里面 都担任高层 主要是marketing的分析 对于你创办Aquamedia的时候 会不会有什么啟发的呢 怎样会促使你转型上做初创的呢 这个要说到差不多2013年的时候 那也是一段时间之前 其实在我开Aquamedia之前 一直都在一些大的公司里 就学了很多东西 那时候都差不多接近40岁 才开始开Aquamedia 那时候我想最重要是 可能我的爸爸 都是一个entrepreneur 这个可能以某个程度 有自己一个这样的想法 不过都等了很久 因为可能我做事比较稳定 在这样的把握情况下 就未必会开始做这件事 所以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已经真的 进入了很多知识 很多经验 人物和一些技术 争取的东西 就是一些可能 本钱和胆量 这些当然 到了你差不多40岁的时候 这些东西 其实基本上 都应该进入到七七八八 不过真的不知道 所以到了一开始的时候 就很幸运地 找到一帮 自从道合的朋友 这些其实真的是朋友 因为我认识了很多 年的一些旧同事 所以一起 一个一个 开始去加入我们公司 这方面 其实是公司主要成功的一个地方 每个人都去找到地方 去解决问题 从而可以赚到钱 每个人都可以去 去赚到钱 去赚到钱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找到一个很好的团队 这个我觉得 是我最幸运的一个地方 那去到 当然去到去年 八月 即是一八年的八月 做了五年之后 我们终于找到一个 位 是potentially 可以 exit 其实这个 exit plan 也是一开始的时候 跟我所有的同事 都说好了的一样东西 这个是part of our plan 也都很幸运 在exactly 就是五年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样的机会 anymine group 其实是一个 buy side agency 它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十一个 country 十三个office 到现在有五百个人 它在公司的历史来说 比我们大很多 它也都有这么多office aqua media主要是香港和台湾 是多些生意 刚好anymine 香港和台湾比较小一点 不过东南亚就很厉害 那aqua sale buy side 就很差 不过sale side 就比较厉害 刚好 全部的dimension 都可以是互不足的一样东西 在理念上 是更加 fit 是因为 可能我自己本身 也有一些年纪 所以在做KOL influencer marketing 这些部分 social media部分 比较弱 不过在programmatic方面 比较强 刚好这些事情 亦是互不足的 和anymine group 所以这是一个 知无缝的 一个好的 一个机会 令大家可以配合 大家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有一个 这样的合作机会 刚才听说 你之前早年 去年 就是anymine group 和你们合作 那可不可以说一说 怎样可以促成大家的合作呢 是对方主要找你 还是你们去接近他们的呢 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conferences 在新加坡 其实真的 这个conferences 我本身也没有想着 会自己 可能会派个同事去 因为每年都是去那个conferences 不过有时候 真的是很难说 这些世界的事情 所以其中一个教训 就是大家要努力 如果可以自己做 就自己去做 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 大部分的公司 都是提供同一个服务的 所以其实你说 有些少争计在里面 但是同时 也是一个很好的M&A的地方 在偶然的机会 我自己也都认识到 之前已经知道anymine 已经知道 那个CEO 听到他的故事 好像也是在这里听到的 所以我有看 有看报纸 所以在这里学到之后 去到那里见到 聊聊一下 就很快发觉 理念很相似 其实找公司的生意partner 找M&A的对象 找同事 全部都一样 最重要就是理念 如果理念是对的 那个做法 未必是一定需要那么重要 就是需要那么对 所以在这部分 我想没什么说 就是哪个好找哪个 哪个追哪个 其实就是一拍即合 真是很奇妙 就好像一见钟情 那样的概念 就很自然 很比较容易的 就开始 喜欢了对方的 做事的方法 生意的 或者revenue model 这些都要好好踩 刚好我们revenue model 非常之似 刚好大家的长处短处 有exactly可以夹到 所以就 这个是真的lucky 完全是lucky 不过说真的 luck之余 自己也要很prepare 因为在 我记得第一次 一开始见面 第一句 基本上就已经是 大家都知道大家是谁 很快就开始谈一些 很直接的事情 因为我直接一谈 就是跟对方的CEO 就是exactly坐在旁边 吃早餐 所以是 如果那个时候 自己没有prepare好的情况之下 就会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lifetime的一个机会 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要prepare 所以大家 最近有一件事 就是永远都要prepare 永远要知道 如果你打算真的要买公司 你要知道你的公司 要值多少钱 你要懂得 怎样去 将很简单的自己的point 好像在电梯上 都可以说到 为什么你要投资到公司 或者为什么要买公司 这些全部都是 一开始做好准备 到机会 无端端来的那一刻 真的可以是 5秒钟就走了 如果不再买的话 那创创真的要 随时把握机会 预备好自己 我们这次的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一节继续和Ben 谈其他话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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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